原车14年的瓦尔塔电瓶 还是个H&M电瓶 这电瓶用了快十年 这车平时也不怎么开 经常就是停两三个月也不启动 电池一点问题都没有 主要也是因为这车电子化程度太低 车里边没有什么电器 怕亏电 拿充电机充一充 充了三个多小时 看充电器多少 22安时 电池之前肯定还是有电的 一共七三十电充一圈22安时 可以了 不充了 上次保养之后 这辆车保养复位没做 刚才去修备厂销了一下码 然后去加了一下油 还剩三个油 加满95号油 花了235 油箱挺小的 估计全加满也就是30多升油 上次拍Countryman的时候我说过 1.6 120匹的Countryman 开起来其实挺肉的 但是同样的机器放在这辆小迷你上 动力还是够用的 不过想把这台车开得很顺 需要踩到四五千转 也是因为这儿的原因 它的油耗才会比较高 之前拍Countryman的期 有朋友说 9升多1.6T的车不省油 来看着我这1.6自吸的mini Cooper 9.8升的油耗 4万多公里 所以说 跟它比的话 那辆Countryman 人家带四驱 车身也比我大 1.6T不到16油 我就觉得挺省的 不过相比Countryman的话 小mini Cooper 它的口玩性就高得多 虽然说它车顶比较高 但是相对来说 重心更低 这辆车离地间隙 看起来没有多大 但是在市区里正常跑的话 因为它前后悬是非常短的 所以说不太担心拖地 并且车轮的话 它的扁平率也是有55 1955 16的轮胎 mini Cooper 它的悬挂结构 其实没有多先进 悬挂选材方面的话 在轻量化方面 也没有下多大功夫 不过调教确实还是不错的 并且四轮四脚嘛 先天就有优势 这辆车 另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车尾比较平直 车顶很高 它没有那种六倍的设计 所以说 坐私人的时候 私人的头部空间 都能得到保证 车长虽然很短 但因为轴距比较长 所以说前后排乘客的 腿部空间还是能得到保障的 在此基础上的话 还能有一定的后备箱余量 后备箱 其实看起来还可以 挺平整的 如果要是再把后排椅背放倒的话 能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mini Cooper的内饰 都是这种圆形的元素 然后没有彩色仪表 高配可能会有彩色仪表 低配的话 它只有这个大号的时速表 然后能播放CD 手动空调 升窗键在拨杆的位置 多媒体方面的话 只有3.5的音频接口 我自己加了一个外接的蓝牙模块 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mini这样刚刚好 我也不想把它改的 花里虎哨的 加那么多氛围灯 或者是加大屏 卡普雷乱七八糟的 复古的小车嘛 就让它有复古的味道 何况这车有挺多小细节 还是挺招人喜欢 4万4千公里 家里使用频率最低的一辆车 其实也很好理解 这车翻盘挺重的 虽然说挺灵活 路感相当好 不过口玩性质的东西 你在城市的交通里边 真能体会到mini 驾驶乐趣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乘坐方面的话就是噩梦 它的座椅本身尺寸的比较小 填充也硬 车辆发动机的噪音 噪音也比较大 所以说你乘坐这辆车是 又颠又吵 空间又小 虽然说它有不错的高速稳定性 但你说这车 用它跑高速 乘坐也不舒服 你自己同时要被发动机的噪音 以及来自于A柱的风噪困扰 所以说就很少有机会开它 涂省油呢 十省油 我家那里1.6T的小钱袋 失去估计有八个油都够用了 那这台车更多的就是情怀 或者是外边交通比较好的时候 想出来跑一跑 找一找老车的感觉 无非如此 字幕 字幕 李宗盛